小桃子 你怎么哭了 香奈呼 小时候真的好可怜啊 这个香奈呼是谁啊 嗯 怎么跟你解释呢 你还是自己看吧 鬼杀对见是 丽花落香奈呼 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暴力之下 被冷血无情的父母卖给人贩子后 又被蝴蝶姐妹从人贩子手中救了回来 长相可爱 性格却沉默寡言 常以礼貌性微笑回应他人 尽管如此 他却拥有惊人的视觉能力和过人的运动能力 嗯 真的很可怜 不过也是很励志呢 可是为什么他每次做决断都要抛心地呢 这个要怎么跟你解释呢 还是你说吧 主人 香奈呼这个好像叫做情感上的障碍 因为他幼年时期经常遭受冷血家人的毒打 所以他习惯了压制住内心的情感和想法 时间久了之后呢 他就丧失了感知痛苦和表达的能力 这使得他不懂得怎么去做决断 只能用抛硬币来解决 好在他遇到了炭治郎 就开始慢慢被治愈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